华林县消防局8月5号派出了18名的消防员 前往瑞士参加公路隧道灾害救援训练 而其中43岁的特艘队小队长蔡席军 在瑞士时间7号早上8点多 被人发现在房间床上身体冰冷 经过触摸已无呼吸心跳 经现场解救后仍无效 目前由当地的警方处理厘清死因 华林县长徐振卫4号亲自授旗 华林特艘大队排出20名队员 5号前往瑞士参加专业搜救训练 授训两周 当中就包括特艘队小队长蔡席军 没想到父亲节当天 家属却接获二号 当地时间8月7号早上8点20分的时候 准备做一个遗地到IFA的一个基地的训练室 发现蔡小队长已没有呼吸心跳 搞不好在饭店房间里面 被同警士队员回房整理行李时发现 没有呼吸心跳 急救无效 确切死因当地香烟确认 蔡喜军69年次 2012年毕业后就在花莲服务 任职吉安特搜队小队长 各项重大灾害抢救 都能看见她的身影 蔡喜军就在经验丰富 包括瓜莲大地震 泰鲁格号撞车意外 池上大地震 都曾参与救援工作 2019年得过抹饭公务员奖 2023年荣获消防凯模 还来不及领奖 受训猝死瑞士 留给家人无限伤痛 记者综合报道